好,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词 它们叫主动词 OK,我相信你们都有看过这三个字 但是有些人还不是很了解应该怎么用 OK,今天我要很详细的来跟你们讲这三个字应该怎么用 它们是谁呢?它们就是is or am 这三个是不同的字 但是它们的意思,它们本身的意思是一样的 它们本身的意思是一样的 这它们的写法不一样而已 ok,is是是 r呢?是,m也是是 所以你看,如果你有读过华文书啊 那些,你也知道是这个字是不是非常的常用 很常用在我们讲话 例如,我是一位老师 我的妈妈是一位家庭主妇 我是一位女孩 我是一位七岁的男孩 ok,是呢?是我们常常讲话都会用到的 但是在英文呢,是它分成了三种不同的写法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怎么样的时候 什么时候呢?我们需要用is,什么时候要用r,什么时候用m 那么我就先来复习一下呢?我们上个星期学到的 人称代词 pronounce 你们还记得吗?我们上个星期学的 I, you, we, they, he, she, it 就是它们前面这些subject呢 会用到不同的,是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每一个pronounce 他们要用的是哪一个 好,我们先看is, ha 如果今天你要 写的是he, she, it 你要讲的是他,男生的他 或者是女生的他 或者是讲着一只动物, it 或者是non-human,非生物的时候 我们要用的那个是 它就是is is 所以呢 he is, she is, it is 是这样子用的 ok 如果你今天要用的那个subject,那个人物 ok,那个人称代词 是they,他们 we,我们 或者是you,你 ok,you其实呢 可以说是你,也可以说是你们 在英文里面 但是我们会很少用到你们 ok,这三个 我们或者是我们会直接认定为 只要是很多人的时候 多过一个人的时候 超过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两个人开始呢 they, we, you 或者是超过一个人 我们就用are 他的s呢就变成are ok 你不能说they is we is, you is 这个是错的 你只能说they are we are you are 要用回他属于他自己本身可以用的那个主动词 好,接下来 一个很特别的就是 am 为什么特别 因为只有i 可以用 im 只有i可以用m 没有其他的字可以用 只有他自己 可以用m 所以这个呢 其实非常的容易 你就可以记起来了 ok,也很简单 那么我们先来看 is 应该怎么样写成句子 好,我先来读一遍 he is my brother 他是我的 brother可以是哥哥或者是弟弟 she is a teacher 他是一位老师 it is my cat 这是一只猫 因为我讲过it是用在动物的嘛 所以我就可以用来讲 it is my cat 不是这是对不起 是他是一只 他是我的猫 好,同学们我们就来看这个is 他应该怎么写成句子呢 好,我们看第一题 第一句 he is my brother 他是我的 brother的意思就是可以 你可以说是哥哥或者是弟弟 可以是一起用的 好,接下来 she is a teacher 他是一位老师 it is my cat 他是我的猫 那么这个it呢 这个他呢 就是指那个动物 那个动物或者是飞生物 我们都是用it ok,所以这里is的意思是是的意思 是 但是呢 is除了是可以用在是之外呢 他也可以用在 当你要讲你的一些感觉 或者是你要形容 你自己是怎么样的 那个东西是怎么样 但你要形容 是怎么样 或者是你要讲你的感觉 你的心情的时候 ok 我们也可以用is 这时候他的意思呢 就变成了 很 ok 他也可以这样子用 那么 当我说 he is happy 他的意思呢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 他很快乐 他很开心 she is beautiful 他很美丽 the cat is white 那只猫呢 ok,在这里的is呢 我们也可以当作是是 是白色的 所以有时候你要看情况 那个句子 ok 他的内容是什么 他有时候呢 的意思是很 有时候是是 所以这个is呢 is mr呢 都非常的特别 但是你们最重要 要记得的是is 他是给谁用的 他是给he,she,it用的 ok 一个人用的 接下来呢 就是r r呢 刚刚我说了 是给多人的时候用的 其实这个多人 也不是你想象中那种 十个人 二十个人那种多 而是你超过一个人 开始 就是两个人开始 我们就要用r了 可以先看第一句 they are my friends 他们是我的朋友 在这里的r 一样的意思就是是 只是他前面用的 subject是不一样罢了 they are my friends 他们是我的朋友 we are family 我们是一家人 好 接下来这个是很特别的 因为我是用了两个名字 ali and city are good friends ali和city呢 是好朋友 他们两位是好朋友 ok 在这里呢 我用了这两个人的名字 因为他们其实也代表着 they 对吗 他们也代表着 they 好 接下来 they are hungry 我们也可以用在 形容他们 感觉到怎么样 他们很饿 we are tired 我们很累 ok so你要记得 牢牢的记住 are呢 是给 they we 或者是多人的时候用的 当然you 你也是用are 但是我们很少 会用you来做句子 很少我们会用you来写句子 我们会用you来问别人东西 你喜欢这个吗 或者是are you ok 之类的 但是我们不会用you来写一个普通的句子 很少很少 所以我这里呢就没有写那个句子出来 好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 m 那么这个呢是最容易记的 因为它是最特别的 只有i可以用 i am a girl 我是一位女生 i am a teacher 我是一位老师 i am sad 在这里呢我就用了am来形容我的感觉 我很伤心 sad的意思就是伤心 i am angry 我很生气 ok 也是可以形容 你的感觉 你的感受 甚至你要形容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用m is am r都可以 但是这个主要你要记得的就是 什么subject要用到哪一种是 ok 所以等一下呢 你们的练习就会在下面 你们就可以看 ok 要填进去的是 is am 还是r ok 你们要先看那个问题 那个句子 然后我中间那边 会空了的 那里呢 你们 所以呢 同学们你们最重要的是呢 要记得哪一个subject 就是我们其实有连接到上一次学的东西 ok 哪一个subject 哪一个pronounce 它是要属于用哪一个的是 因为其实这三个的意思都一样 对不对 三个的意思都一样 但是它只是给不同的subject用 ok 所以一定要记得 等一下的练习呢 就是你们要做这个的填充 你们要去看清楚前面 那个pronounce是什么 或者是你看 他是一个人还是怎样 他需要放的是is r还是m ok 填充题非常简单 只有三个选择罢了 就是is r和m而已 ok 那么等下你们推出这个视频呢 练习就在下面 你们把练习抄在纸上 然后做填充 好用性的练习 好用性的练习 好用性的练习